站在一个菩萨的角度 真正给众生得到利益的是 弘扬佛法开启他的智慧 但是你必须有钱方便 必须有钱方便 否则你这个度化众生有困难 我发觉我舒服 这个地方做得很厉害 你看他老人家就做一些小书签 这个书签要做得非常漂亮 好像是同座的 好像要镀金 里面写很多法语 有莲花的书签 有这个信徒来 他就送给他一个 他就是欢喜心 欢喜心 他对你的印象好 你就跟他开启佛法 他能够接受 你说一个众生来 比如说我们说两个众生 你给他一个书签 跟没有给他书签 你给他讲佛法 感觉不同 因为这个佛法的功德是 他可能来世 或者是来生才看到 你给他一个书签 他现在马上感觉得到 这个我发觉众生 他是习惯在一种 偏重在现实的案的 一般人是这样子 一般人都是比较没有眼见 所以我们就必须横顺众生 就是先以义勾签 再练住佛子 所以这个财务的布施 虽然不是菩萨道的重点 但是他能够在菩萨道当中 扮演一个方便法门 我说这个财务的重点 还是可以用来 我说这个财务的重点 就是你 我觉得你会来吧